我們有聽到有一個吳先生 他腳在外來問說 他痠痠啊 但是呢 這個汤滴已經完了 臉上生得夠多了 這個就是肥料用太多吧 是不是 什麼東西生得夠 汤滴啊 汤滴嗎 一般若是這個餐地汤滴比較多 大概尤其是水流餐裡面很明顯 一般都是因為這個肥放得太多 它是蒜頭 老師 那麼 嗯 都同樣 就是說你如果是水流餐下去 它就卡蒜頭 這裡面這個 尤其你 譬如說你可能四十三 你漏蒜頭一直漏四十三 它就不必了 你會可以 走一遍的榮林郡 尤其現在 這邊有漏頭進行 如果是可以走一遍的榮林郡 這種卡蒜頭的情形 就比較不會嚴重 但是這給我們 它是卡蒜頭 是給我們一個信號 就是說肥肉太多了 肥下太多了 那麼 這個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 這大概是這個土地 你如果是紅的紅的就是咖哩太多 這可能就是咖哩太多了 那麼這可能就是咖哩太多了 那麼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 做一個了解到 那麼 這個在這裡大概要稍微做一個探討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你用這個榮林郡 那麼 配合來用這個 這個會有還不錯的這個效果 那麼 在這個 有時候有時候就是說 適當 適當的一個處理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有的說那不要緊 那卡蒜頭 是 是 為什麼不太要緊 但是你要知道 那麼 如果說這個 卡蒜頭 其實就是一個信號 不然一直跟你強調 這是一個信號 那麼 這個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尊重可以 因為知道了解了 就是說去控制這個 不要的適用 不要用那麼多 那麼大概這個會更好 這種可以 可以更好 所以基本上是這個 得力 我們想要跟你表達的是這個意思 那麼 用一個馬鈴林郡 可以在這裡 很好的一個開館